燈午連假大熱天 其實不少這冰店生意也是非常好 我們待會看到在屏東的潮州 這個修林冰 冰涼的剉冰再這樣熱騰騰的炸料 讓老字號這店家 可以說是這四天的生意有高朋滿座 每天業者都比起平常是要多出 準備三成的備料 疫情大解封之後顧客也會留 芋頭 粉圓 甜湯等食材 擺滿了料理台 老闆的手沒停過 一碗接著一碗 潮州圓環的修林冰 因為天氣熱成了消暑的人氣冰品 民眾大排長龍 就是要來一碗修林冰 民眾吃得開心 冰店坐無虛席 疫情大解封以來 生意難得出現這樣的盛況 業者說端午連續假期四天 每一天的備料都要多三成 人一跳起 從第一天到今天最後一天 都是一樣 都是滿滿的人 嚐完了甜食 不免就想來點鹹味的小吃 萬嵐豬腳 業者在這四天的廉價 也是火力全開 廚房兩邊一整排的大鍋 豬腳在鍋內熬煮 熱烘烘的燥咖 跟攤位前購買的人氣 一樣都是搶搶棍 不管是修林冰還是萬嵐豬腳 這兩樣屏東特色小吃 讓來玩的遊客吃得心滿意足 藉著梁屏 評論報導 從前面有我和你 從前面 從前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